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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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是意介意到的,我都感覺到狂,所以不要搞這些事,你放過香港人吧,求求他們,你不要去老懶就算了,我看照片的嘛,你被人開心回晚了,敲見,對,他才公佈那份人,就是你放過他們,人家都在那條街,那個瓜瓜裏面,在那裡盡量扮演,還有他們可能真的想帶出恐怖的氣氛,你怎麼知道呢,對,又真的真的恐怖, 不是,你被人玩回晚了,你會扮演嗎,我一向都有玩的,但你今次不玩,你會扮演小丑女嗎,不會的,我想問是怎樣玩的,晚中節是怎樣玩的,就是dress up,找個角色扮演,找些東西扮演,我見到最有創意的人扮六七,不是的,日本人,我怎麼扮演,就是扮演一些卡通人物那些,那些漫畫人物,就是漫畫人物那些,我在美國就是玩的,其實你對上一次玩是多少年了, 七幾年,五幾年,不是,好像一兩三年前,那時候裝什麼,其實不是,什麼都可以裝,可以裝蜜蜂,我只是問你兩年前裝什麼,我不是問你可以裝的,就死定了, 扮蜜蜂,扮蜜蜂,蜜蜂,蜜蜂蜂,我笑我扮演小防員,然後被粉絲笑得很差, 扮演小防員, 這件事不是很差, 為什麼扮演小防員, 因為,因為,因為你有很多, 扮演黑警的理解嘛, 不是,你有很多,你有很多costume的嘛, 是的,你有, 有很多選擇,你會選擇消防員, 不是,但是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 它是一個改裝版的消防員的costume, 不是整件消防員的衣服, 你在哪一類型的商店買到這些制服的? 不是,因為每逢Halloween, 它有些店舖本身就會改裝, 整間都是賣Halloween的衣服, 有三個店舖, 是很多的, 即是美國也有山貨牆的, 是,山貨牆的, 要10元的, 短期都, 你每一種職業都可以放, 可以裝修女也可以, 是的, 你去的商店真是特別, 不是, 真的有的, 真的有的, 我不是說, 我自己有的, 是很多的, 但消防員就比較另類一點, 都不是, 都是有一個, 都是其中一個, 好像警察護士那些, 你有沒有穿上衣服的? 我不記得,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兩年前而已, 什麼都有玩的, 兩年前而已, 找些東西假裝一下, 大家假裝吧, 不論你是假裝小丑女, 還是本身是醜女, 這樣也是可以假裝的, 如果你去到, 不行了, 我今晚真的要開派對, 即是各位女性, 即是, 我真的想找一些東西可以嚇人, 那怎麼辦呢? 其實你下妝就可以了, 不要那麼臉, 你不化妝, 你那些男生什麼都不化妝, 那你是不是很慘, 你每天都是萬性之女, 不要那麼臉, 這些太臉了, 不是的, 所以就是, 叫人不要化妝, 就等於是扮了女人, 省一點, 那你便選, 所以男人是聰明的, 選女性做對象, 即是普遍, 好了, 第一節就講一個, 我以為是大新聞, 怎麼兩日後已經沒有人討論的東西, 其實, 其實不懂得討論, 我不知道, 我不討論別人的評論, 其實就是, 兩日前, 即是六晚, 其實就在韓國, 有個, 大型的示威, 遊行, 集會, 這樣, 我見一些華民的媒體, 就將它說成一個燭光晚會, 我立刻想成, 好像某個對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當晚應該沒有大型衝突, 是不是, 即都是, 都是小人的警民衝突, 就是一些示威人士想去某個地點, 然後警察就攔截, 所以有個, 大家會比較關注那個所謂衝突的畫面, 是的, 主要就是在首爾, 有個遊行, 就是主要的衝擊對象, 即是, 示威的對象就是, 就是朴槿惠, 即是總統, 那這樣, 那大約是甚麼環境呢? 其實這個首爾的示威, 即是, 所有的示威人士, 主要就是關於這個, 出來就是關於這個, 南韓總統朴槿惠的親信, 吹信實, 被指干預政府的決策, 和涉嫌貪污的事件, 這個示威, 就在首爾市區遊行, 前往這個市政廳, 舉辦燭光的晚會, 引述警方的數據, 就說, 當晚就有1萬2千人參與這個示威, 是近年, 規模最大的反政府示威, 在南韓, 那期間, 他們說3萬, 是不是? 集會方就說3萬, 警方就說1萬2人, 途中就有示威者, 希望就去青亞台示威, 被警方攔截, 就有一個衝突的畫面出來了, 其實那個事源, 觸發點就是這個, 一邊播片, 一邊說, 對, 這個就是一個, 給一點聲音, 背景, 讓別人覺得好像很緊張, 這個就是日間的示威狀況, 這個集會, 主要叫一些口號, 叫朴槿惠下台, 其實這個事件的觸發點就是, 為什麼會爆發這麼大規模的集會呢, 就是這個10月24日的時候, 中央日報, 即是韓國中央日報旗下的電視台, 叫JTBC的記者, 就前往這個崔信實的辦公室的時候, 就發現了他一部電腦, 那電腦裡面就包括了很多的, 一些機密的資料, 就包括一些, 柏錦惠在大選期間, 和國務院的發言的廣告, 亦都發現了一些, 柏錦惠和前總統李明博, 談及這個南北韓秘密接觸的紀錄, 另外還有一些關於青亞台人事變動的人員名單, 這些證據也反映了就是, 為什麼一個普通人, 就是一個普通權貴, 為什麼會掌握這麼多總統府的機密資料呢, 因為崔信實在是, 政府是沒有公職的, 首先, 所以那些人為什麼會一個可以, 一個總統政府的, 一個內部的政策, 和一些商討的文件, 會在一個普通人的電腦那裡, 那些記者揭發了這件事出來, 是, 這件事就引發了, 先前崔信實涉嫌這個貪污的爭議, 那件事就說, 崔信實曾經被指控, 藉著朴錦惠的私人關係, 介入了南韓MIR, 和Ksport財團的建立, 和營運, 被指挪用這個公款, 這個指控也是牽涉, 究竟青亞台的總統府裡面, 是否牽涉這個財團的建立呢, 事件曝光了之後, 引起了很多市民的關注, 那朴錦惠其實在10月25日的時候, 在青亞台發表了這個治國文書, 承認, 那個發言叫做治國文書, 承認崔信實, 確實是介入了他當時的總統大選的競選事宜, 以及崔信實曾經發表過關於政務的意見, 但是其實在這個青亞台的, 就是朴錦惠說到, 其實在青亞台的內閣已經成立了之後, 他已經不再徵詢崔信實的意見, 所以他也為此向公眾道歉, 另外, 這件事反映出來就是, 崔信實和朴錦惠的關係非常密切, 以及證實了一個嫌疑, 其實他有機會利用他和總統的關係去收賄, 這件事就有這樣的事態出現, 另一個設置的人物叫鄭又拿, 這件事為何會有記者去到崔信實的辦公室, 去找他的電腦, 去拿他一個不用的電腦, 找到剛才所講的一些機密, 政府機密的資料, 這件事要回到八月頭, 在梨花女子大學的一個示威講起, 當時梨花女子大學為何會有一個示威呢, 就是因為校方宣佈按照教育部的政策, 可以開一些課程, 就是所謂的外卡, 進入大學, 不需要用一些傳統的高學力, 一些門檻進入大學, 當時有些學生就覺得, 學生會就說, 不行, 這間學校, 梨花大學在韓國也是一個出名的大學, 如果這麼容易就可以進入去, 可能用一些錢, 用一些途徑去買一些學位回來, 就是變相, 那就會影響到學校本身的地位和學術水平, 那就集會示威, 要求學校去撤銷了這個條例, 到了九月, 本身打算開一些短期課程, 給一些外卡, 讓一些人去入讀, 但是後來, 學生不停地集會, 還要去找一些畢業生校友, 去支援, 去表達對校方的所不滿, 到了九月的時候, 集會越來越大, 就是這樣, 校長竟然去開學校的校門, 給幾千個警察, 進去鎮壓示威, 一個和平的學生的示威, 當時的學生就覺得, 他們想到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校長可以這麼輕易, 就調動到幾千個警察, 去鎮壓一些和平示威的學生呢, 就開始去翻查, 一些校長的背景, 當時其中有個學生, 就在那個網站那裏, 一來花女子大學的學生, 就在那個網站那裏, 就說, 這些示威學生都是窮人, 是Loser, 這樣, 就找到這個學生, 那個名字就是剛才所說的, 叫鄭又拿, 鄭又拿去找的時候, 就發覺鄭又拿的母親, 就是崔順實, 剛才所說的一個所謂地下的總統, 崔順實, 這樣鄭又拿, 就以馬術專長生的身份, 就入了梨花女子大學, 就是所謂的外卡, 跟著那些人就開始去懷疑, 一個校長, 梨花女子大學的校長, 是不是因為幫助到崔順實的女兒, 進入到這間大學, 而可以擁有這麼大的權力, 可以用他的關係, 去巴結到崔順實, 從而調動到警察, 去鎮壓學生的和平示威, 就是這樣, 跟著記者再去查崔順實的背景, 就查到一些關於政府的機密文件, 就是這樣, 是的, 跟著就是這兩件事, 串連一起的時候, 就看到群眾會覺得, 政界是不是跟學校有勾結的嫌疑呢, 因為其實補充多一點, 就是當時搞這個所謂的短期課程, 就是被一些外卡的人士去入讀的時候, 其實有個, 就是梨花大學是收了, 政府30億的行員的補助經費的, 所以就說, 有整個, 就是那些人質疑就是說, 是不是你收了政府的錢, 利益輸送, 是的, 利益輸送的關係在當中, 其實, 所以就是那個, 那個示威抗議到, 到10月的時候, 10月19日, 校長崔經基就是引咎辭職的, 成為了, 李花雷芝大學, 1830年來, 首個, 在任期當中, 被迫辭職的校長, 那現在整個討論就是, 究竟崔經基就是一個什麼人呢, 為什麼他這麼大權呢, 就是這個, 很令到公眾去關注, 因為這件事講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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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威再前幾個月發生, 就是, 找到一個學生, 是, 那個學生, 為什麼你不是考進來的呢, 你是經過其他方法進來的, 不是, 他是馬術特長生來的, 就是, 就是, 馬術特別厲害的, 那, 所有大學都有的, 你打火特別厲害的, 或者你是主心算特別厲害的, 是, 那你就可以入讀大學, 就是, 或者你只考一個基本的學術要求就可以了, 就是, 隨便合格, 那你就可以進來讀, 那我找到這個學生, 因為, 沒有這些資料先, 那其實, 剛才所講的, 就是每間學校都可以, 因為, 有些專長, 就是體育, 進去奉讀一些大學, 而他是馬術, 而他是馬術, 而他就是馬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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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沒錯啦, 那他就劃一下, 那為什麼這樣劃一下呢, 我也是看少資料, 原來這位女學生, 就比較討人真的, 然後才被人, 被人搞起來, 搞起來, 原來他是趨信實一點, 他趨信是誰來的, 趨信實的女兒, 趨信實的女兒, 然後, 其實, 如果你在韓國, 一講起趨信實, 就, 噢, 你是趨信實的人, 就是那個人, 問題就是, 我們不知道誰是趨信實, 現在, 趨信實就是, 是, 朴槿惠的好姊妹, 是, 我講的是幾十年的, 心交好姊妹, 這樣講起, 然後, 再挖進去, 他講什麼呢, 趨信實, 為什麼跟他好姊妹, 就跟趨信實的, 老爸, 是, 趨信實的老爸, 其實就照顧了, 朴槿惠很多年, 是, 那就是趨泰敏的名字, 趨泰敏, 已經講了很多個名字, 就是, 情如父女, 已經不是這樣, 但是, 趨泰敏又是什麼人呢, 是, 有人呢, 是, 說他做邪教教主, 不是, 他叫永生教, 就是融合了佛教, 和基督教, 和天主教, 的一個, 新興的宗教, 有些人會稱之為邪教, 但是邪不邪教, 就等Kio講, 我也不知道, 他會講, 他會講, 那一段交給他, 不是因為那一段比較神秘行, 而是, 如果他講, 就這樣交做分工, 也不要放在政治事件上, 這樣可以理順這件事, 因為我看, 香港就比較少提, 因為, 其實你看看, 阿康和阿蓮這樣講完, 這件事都好像很複雜, 因為大家就不太跟, 也都很理解這件事, 趁機有少資料, 就可以這樣講, 其實這件事, 就挖一下挖一下, 現在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 發現就是韓國的第一個女總統, 就是他將他的權力, 就分了給別人, 就是, 不如你跟, 這些事情你搞, 那個人, 全然就不是政府系統裡面的人, 簡單來說, 就是他的朋友, 找朋友去做, 現在找到證據是什麼, 就是在電腦裡面的總統廣告, 原來是你搞的, 那些人就會說起, 是不是朋友乾淨, 憑黨, 你聽到憑黨, 就是我們就馬上… 是否會干涉政治, 因為很簡單, 我選你出來的, 我不是選他, 也有說法, 其實朴槿惠在韓國的地位, 排第三, 再數上, 就是崔順實和他父親, 這個是這樣說的, 你當是信口流也好, 什麼都好, 一個說法, 這就引發在韓國, 一個示威遊行勒, 也挖回這件事出來, 而政府, 即是青瓦台, 青瓦台即是… 總統府, 即是總統府, 因為如果大家, 因為香港媒體很笑, 直接說, 青瓦台有什麼回應, 你好像覺得香港人, 是知道什麼叫青瓦台, 你跟我說唐寧街10號, 我就知道, 你跟我說華盛頓有什麼回應, 我就知道, 白宮,青瓦台是什麼, 就是菊花台, 青瓦台就是這樣叫, 總統府白宮室的位置, 很快有反應, 又道歉, 亦都將大部分的內閣設職, 但其實針對撲擊位, 但他仍然留在那裏, 有個說法就是, 因為他要保持政府的運作, 所以他就繼續留在那裏, 阿康的評論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發生了幾天, 其實政府的反應就很迅速去處理, 還有, 就算現在, 你都不可以對朴槿惠做什麼, 因為他也是有一個, 豁免的一個, 提告的豁免權在那裏, 一切都要讓他下台才知道, 那事發可以逼到他下台呢, 還是他一直會逼腳壓, 逼到他下年的大選呢, 其實看多幾天, 就知道他的反應是怎樣, 因為現在, 他的政黨呢, 就有說, 就想架空他了, 就想辦法呢, 現在就是撩住外面, 即是反對黨, 即是撩住在野的黨, 不如我們搞個內閣, 即是說叫他中立的內閣, 這個也是, 那些人對朴槿惠的一個要求, 其實就是想搞一個, 不是他親信的一個內閣出來, 那你一半就當作架空他, 另一半就是挽救自己的黨, 可能在下次的大選時候的一個, 即是保留實力的嗎, 都可以, 救得住就救住, 即是國籍啊, 都要挽救黨, 因為你走出來道歉, 即是說你都知道, 這件事不回事, 那你下一步, 因為下一步已經是大選, 你如何保得住自己的政治能量, 即是說一個黨, 新世界黨, 是的, 這個名字, 當然下一步就事發迫緊, 因為接著就是浪當入獄, 到他下台的時候, 即是任滿下台, 還是自己引奏辭職, 都好, 這個就是那個說法, 有人說邪教, 那不是邪教夫人, 就是邪教夫人, 他是邪教教主的女兒, 是的, 他去了德國, 但是他去德國, 這件事一發生, 他立刻就撇去德國, 但是他都立刻在德國, 即是昨日還是前日, 就已經公開道歉了, 即是大家認了, 大家都認了這件事, 在於一個香港的角度說, 這樣就挺好, 你看看一萬多兩萬人搞事情, 即是處理的速度都挺快, 是的, 當然, 至少有些動作, 至少有些動作, 就是韓國人真是離譜, 竟然都未必說到是涉貪, 涉尼, 都會找親信, 即是憑黨這樣做, 好像很低層次, 怎會這麼劣質, 還有群眾會不會覺得邪教是不可以碰, 那些印象比較差, 其實都不知道怎麼分析, 這個讓我講, 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基督教入侵韓國是很厲害的, 近這二十年, 因為前幾年有一個韓國戲, 我已經忘了名字, 看到很沉默的東西, 跟小宗教有關係, 那裏有一定的入侵性, 基督教有一定的入侵性, 我不知道, 會不會, 因為有時, 當那個入侵法太大的時候, 可能會有少許扭曲, 譬如現在在講, 他老爸叫什麼名字, 崔泰敏, 我也是看資料, 他的宗教就是融合了, 天主教和佛教, 聽完這幾樣東西, 你已經覺得不對勁了, 其實那個過程是比較奇怪, 為什麼他會跟普金衛結束呢, 就是因為普金衛的, 他老母就被人暗殺, 在七四年的時候, 崔泰敏宣稱說, 你老母託夢叫我來照顧你的, 所以他就成為了他的親信, 就是成為了他的導師, 一直扶持著他, 而崔泰敏也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老母的關係, 就成為了一個閨密, 就是好朋友, 那麼久就成為一個姐妹, 到今時今日就乾淨, 所以這些人可能覺得, 這件事很奇怪, 那你也相信的, 有個人出來說, 喂, 你老母託夢叫我照顧你, 那你就相信, 那就有個這樣的事發生, 那不一定是真實的, 狀況, 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這麼朋友, 他才找個說法, 但事實就是他們很朋友, 你說背後是否有利益, 或者背後是什麼, 我覺得就不需要理會, 總之結論就是, 有一班是不應該干涉到政治的人, 他涉及了在裡面, 之後呢, 我見有人網上評論, 這個我覺得政治不正確, 不是, 真的是政治不正確, 就是說, 女人做一個國家元首, 她真是糟糕了, 譬如你看德國, 德國大件事, 你看韓國現在, 還有誰呢, 說希拉莉出來選, 一說沒有, 希拉莉今早, 昨晚有消息, 就是FBI開她拖, 又查她, 準備, 是, 因為FBI剛剛又去信美國國會, 就會重新對於, 希拉莉在任國務卿時間, 用這個私人電郵處理公務事件的案件上面, 又會重新展開調查, 這件事最大的影響, 就是影響了現在希拉莉的民調, 失去了, 跟特朗普大幅拋離這個優勢, 原本好像10%開外, 是不是, 那個支持度, 我不太記得了, 10%以來, 都是一段距離, 有距離, 跟著, 因為上星期, 我們訪問楊嘉誠, 是否楊嘉誠, 馮嘉誠, 上星期訪問, 關於那個, 死了, 泰國, 泰國之後, 菲律賓, 中非關係, 跟著, 問一問, 最後牽涉到, 是否跟總統大選有關, 美國那邊看完才算, 我也順口問一句, 其實, 是不是都大局已定, 跟著, 嘉誠說, 如果沒有特別大的, 重要意外呢, 其實希拉莉都應該當選, 真是話口未完, 我昨天看到那一則新聞, 就馬上想起, 想起誠哥, 我真是話口未完, 跟著, 說, 民票的收窄, 就是, 他們本身兩個人的, 相差12個百分點, 收窄到兩個百分點, 我今早看, 是否只有一個, 我還跟著, 雖然我們假裝緊張, 哇, 你看看他, 阿馬仔, 他只是美國人, 他比較緊張, 我情感上緊張, 你們可能對局勢分析比較緊張, 我純粹出於情感上, 因為你是民主黨人, 不是因為, 這樣很差的嘛, 如果特朗普做美國總統, 所以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情感上面, 就讓美國受一次, 我心裡很生氣, 不知道Halloween, 有一個美國人扮特朗普, 梳回頭, 不是,扮特朗普, 不是,有一個人扮, 有一個質疑就扮了, 扮特朗普的頭髮才好笑, 不是, 但現在不是開始, 有些州份是提早投票的嗎,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那其實有些州份已經投了, 甚至是, 那投了可能會影響我的投票率, 但是, 不清楚, 我有個, 有個, 有個, 完全不是分析的, 不是分析角度的一個, 一個, 估算, 我立即覺得這樣想, 我覺得, 現在所說的, 這個民調說, 收窄到這樣, 我覺得不是很反映現象, 為什麼呢, 我一回來, 我今早回來, 我就問他, 其實電郵門這件事, 是不是有新的, 沒有的, 只不過是FBI局長再查, 因為之前那件事消化了, 就是, 我眼中, 雖然是爆希拉里的東西, 但你要明白就是, 其實其實普遍美國的傳媒, 都是幫希拉里的, 現在, 雖然, 特朗普這樣說, 你覺得他說話, 不是很公道, 但其實, 現在看上去, 有一次, 大部分媒體都是動特朗普, 那個《明報》都有說, 只有五個媒體是幫特朗普, 其他全部都是幫希拉里, 如果你, 你用一個媒體研究的角度去看, 你說, 但如果這個電郵門, 希拉里用私人電郵這件事, 其實如果沒有新的消息, 怎樣找出來, 再查, 這樣, 接著就可以將那個, 民調, 收窄到這麼窄, 我覺得, 其實本身支持希拉里的人, 都問問你什麼的, 意思是, 是否這麼輕易轉向, 我我在想這邊, 理論上, 燒化了, 那也是對兩個都不妥, 有一個有禮票的人, 就是2個都不投, 投第三個選項候選人, 我忘了有些什麼他們違う, shireong, 但貴那個我不多, 純粹, 是兩個都不喜歡為什麼, 因為實際太接近, 那就是射到海了,你頭頭到第三個那裏 是 那是太遲了 大家也都沒有這樣說 雖然可能射到海的選擇會有在 還有有人會這樣做 但也都未必在媒體呈現出來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不怕是人在異鄉 我們在地球的第二個國家 這樣說,我們都要戴頭盔才好膽說 因為我們都是看這些緊有的數字 和媒體的報導,甚至 坦白說,我們都是看繁體中文的報導 甚至是看TVB那樣直播他的選舉論壇 你永遠都看到希拉利和特朗普 但你看論壇和美國人看論壇是一樣的 那都是呈現出來的框架 那你說等於的是什麼呢? 講到最後就是你開了票上才說 我只是覺得不像會拉到那麼窄 我只是常識分析 那就是一宗理論上已經消化了的 所謂的醜聞 那就可以突然又拉到那麼窄 那又不像 沒有我只是覺得不像 我沒有什麼特別深的評論 再看選是什麼時候投票 11月18日 你會不會投票嗎? 沒有 他有遙遠投票 是嗎? 是嗎? 其實我那個州一定是民主黨贏的 我那票不是太乖 喔!希拉利夠票 喔! 要投特朗普 要不要試一下 不是,我那個州一定是希拉利贏 因為街州永遠都是民主黨贏的 兩岸 蛇落海 你知道美國的選舉是Electral College 那些人也不知道 是 我自己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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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又說 又不是很關鍵 是 是 覺得自己的票不神聖 是 是 但真的不是很關鍵 是 是我的狀況 挑票 不如你直播 不如你直播投票 不如你直播投票 直拉拉 斷政即拍 對 對 我們說我女人 第一次無端端 那就是 不好意思 希拉利 類性重症 不關事的 我也不應該拉到她 是不關事的 雖然我又不太反對這樣拉 對 第一次休息 回來講香港的事